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惠灵顿的Maggie同修与我们分享 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之后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全家老少受益匪浅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谋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同修们的法博师 让我用这个机会与佛友们分享 我从2009年随卢君洪台长 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 我与很多人一样移民到西西兰后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问题 语言不通 没有工作 没有朋友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在国内从未遇到过的 国内的顺利和国外的陌生 把我整个人都带到了低谷 自己变得敏感 脾气急躁 看什么都不顺 总之因一些问题 一些小问题 与老公不停地争吵 夫妻关系非常紧张 自己都觉得完全变了个人 而且总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的感觉 后来吴玉宗在网上看到了台长的一篇文章 《卢获自保》 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名路 我找到台长的博客 两天内把台长的一命二运三风水 天地人两本书全部看完 而且把博客上的文章都通通看了一遍 所有录音几乎全部听完 我就开始随着卢君洪台长念经修身 尤其是念了心经和姐姐奏后 我与老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 也很少半嘴吵架了 我先是念小房子超度了我流产的孩子 我在梦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 冲着我笑 我知道孩子超度走了 后来我又梦到我与儿子走在街道上 突然从天上下来很多穿着盔甲的银身丝面 非常巨大的天人 在一把一把地抓人 一个手就能抓五六个 我把儿子紧紧抱在怀中 念着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我感觉外边就像有一个不透明的罩子 把我和我儿子罩起来 他们像没有看到我和我儿子一样 我知道我学了心灵法门 有观世音菩萨的庇护是没有事情的 感恩能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当台长让我们开始念礼佛大菜汇文后 我念了没有太长时间 我又梦到了卢台长来到我的梦中 从我的头上拔走了七根针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头痛的毛病 包里要一直放着止痛片 但在那之后 我头痛的毛病几乎全好了 非常感恩卢君洪台长给我治病 对我加持帮我消除孽障 我对台长的感激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 只有感恩 之后的一些时候 我又梦到一个妇人扶着我念经 但她的脸是台长的脸 我知道台长的法身又来加持我了 我还梦到观世音菩萨向我身上洒水 这都是在帮我消虐障 加持我 感恩南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再说说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极性子的人 性格都很倔强 老两口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拌嘴 我觉得这么好的法门一定要告诉他们 因妈妈之前也是信佛 但一直未找到一个法门 不知道怎么做 我告诉妈妈后 妈妈很快的就接受了 并且马上开始念经 我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 我知道马上叫他相信是不容易的 我是先给父亲念了经文心经解节奏 大约半年之后 我与父亲说起了这个心灵法门 让我吃惊的是 爸爸马上说他相信观世音菩萨 我的太奶奶就是信观世音菩萨的 而且爸爸也马上开始念经了 这之后 两人口也没有时间拌嘴了 念经的时间都不够呢 姐姐也说 每次回家家里的气氛都非常好 令人高兴的是 今年姐姐也开始念经了 之前她是相信但不念经 经过几次事情后 爸妈帮姐姐念了小房子 化解了很多问题 很多事情也变得顺利了 工作也顺畅了 今年还生了一级行长 妈妈说我们不用去找关系 去走后门 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因为我在国外不能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父母年岁大了 我很担心父母的身体 2010年我有幸打通了台长的电话 问了父亲的父母的一些情况 身体情况 台长说妈妈有一个节 要不停地念小房子 直到摔一下或碰一下 就是节过了 这年母亲还未开始念经 于是我就不停地给母亲念小房子 过了一段时间 我向家里打电话 姐姐说妈妈在花池中的台阶上摔了一下 腿都清了好大一块 我知道母亲的节过了 感恩南貌大碑的卢勋红台长 若是没有您传给我们的法门 我母亲70多岁的人不知会怎样 我们也不知道会怎样去化解一些劫难 只有感恩 现在我父母初一十五次书 平常也是很少吃荤 每个月除非河水结冰不能放生 其他时间都会去放生 过生日时更是去放生 而且每天还给台长念大悲咒 求菩萨保佑你身体健康 长乐法地长在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勋红台长 我在西西兰也会与公卫同修佛友共同努力 把心灵法门靠出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法门 受益这个法门 感恩南貌大慈大悲 寂寇军团的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勋红台长 谢谢同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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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